印军一做出全面安排 向拉达克空运数十辆坦克 没想到却遭红舰8导弹提前锁定 无法前进 敬请关注 近日印军小动作连连 军队接管高速公路 大炮红机 军车紧急集结边境 空军出动大型运输机支援 战斗机编队进驻前线机场 海军反潜巡逻机 也出现在边境进行侦查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印度军队进行了如此密集的军事调动 为长期战斗做了准备 现在印度陆军已经调集了 更多的部队到前线去 而驻扎在拉达克的军队 是平时的两倍多 印度陆军已做出全面安排 T-90坦克以空降拉达克 通过部署T-90坦克 印度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即如果发生某些事情 印度将会给予一个适当的回应 最近印度与其邻国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发生激烈冲突 造成多人伤亡 并开始向拉达克地区 派遣大量精锐部队 据称 目前总规模已达22万人 据印度时报最新报道称 随着印度军队 在边境上的拉达克地区东部 不断进行军事集结 目前印军已经向边境高原地带 使用C-17运输机 增援了一批T-72坦克和T-90坦克 新增援的T-72坦克 已被指定用于拉达克边境地区 同时 印度还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同时发生冲突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趁印度大量精锐部队 被牵制到拉达克的时候 趁机对印度的边境哨所 进行突袭 近日印度军队一支巡逻队 在克什米尔地区 进行武装巡逻时 遭到亲巴基斯坦武装俘制的袭击 该巡逻队乘坐一辆防雷反伏击车 但遭到亲巴基斯坦武装组织 火箭推进榴弹的大规模袭击 损失相当最重 两国在边境地区 展开了激烈的炮战 导致印度军队再次遭受人员伤亡 事发后 新德里方面立即下令 前往事发地点提供增援 印度军队随后派出 大量T-72主战坦克 前往事发地点 试图用125毫米主炮 直接消灭亲巴基斯坦武装组织 但当时巴基斯坦陆军 携带了大量的 红箭8反坦克导弹 至于红箭8反坦克导弹 想必熟续军事的朋友都不会谋生 巴基斯坦于2017年 向我国求够了约3000米这种导弹 据报道 在3000米距离上 红箭8导弹的命中率 可达90%以上 而且早在巴基斯坦引入之前 红箭8型导弹 就已经在中东地区大放光彩 在那一次中东战争中 就有不少M1A1主战坦克 和T-72系列坦克 因为这种导弹 而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当时查默克和克什米尔的 一处山谷中 印军的进攻受到限制 大批T-72坦克 被红箭8导弹锁定 无法前进 在此前的冲突中 印军已有四辆T-90坦克 被摧毁了 事实证明 印军现有的坦克 根本无法抵挡 红箭8反坦克导弹的攻击